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给你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在广东某大学宿舍管理处贴出来的 请同学们在关注姚明 关注火箭比赛时 不要大声喧哗 看球赛要理智 毕竟这是文明校园 对情绪失控宿舍将断电 你知道现在大学里电视都挂在食堂的上方吗 这大学生们吃午饭的时候都是仰着头吃的 就看这个NBA 但是看球赛如果不能喧哗的话 那会得内伤 因为那种激动的情绪 你得靠喧哗来喧泄的 就是火 所以现在的学生我觉得特别幸福 我们那时候看球 中国足球也不行 是吧 也没有打篮球到国外NBA打的 然后田径咱们也没有刘翔 什么没有体育界的民族英雄 所以就看世界杯 一看世界杯就高兴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那个学校里头演那个中国男族跟日本对打 2比0 整个学校游行 拿扫把点着火在游行要出门不让 最后在学校里头自己闹 哎呦 我们看世界杯 一闹 就是不让看了 说要要就跟这一样 断电 断电 我看断水才行 哎 后来就放映厅去看 我为了站坐 你看到现在这有一道疤 好家伙 我以为是是不是为了女朋友呢 90%的人都说为情自杀 没错没错 为什么那次看世界杯 晚上半夜一点钟 嗯 等着进去 然后门爬过来是一扇玻璃 我那手一挡 整个玻璃全碎掉 所以你就得干这行 你知道这个火呀 说是这个体育话报 曾经列出来过美国的这个 63个要看NBA的理由吧 其中有六个理由都跟火箭队有关系 而实际上人家讲了 就是因为姚明这个人 说13亿人口的中国 三分之一的人 关注这个NBA 就是在关注这个姚明嘛 所以你看 我看网上 有一位球迷抱怨 就说这个 最近就是这个火箭队和湖人队嘛 说第一个课程 我想火箭输定了 没看 结果赢了 第二场 我觉得火箭应该趁胜追击 看了 结果输了 第三场 我想回主场 该赢了吧 看了 看了又输了 第四场 我想没姚明了还打个什么劲呢 都是帮替补嘛 没看 爆赢了 第五场 我想原来有的一看呢 看了 惨败了 这位火箭迷至今无缘得见火箭队的一场胜利 很是懊恼 于是在网上垂胸顿足 谁能给我看第六场的勇气啊 确实这个 这次呢 就火箭队闯到第二轮 是姚明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 就是因为他过去 要不就是受伤 要不就是没打进季后赛 进了季后赛 三次全都是这个第一轮就出局了 而且呢 姚明已经是第七年了 第七年相当于 如果你把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运动生命 比作一辈子八十岁的话 他现在已经到四十岁了 他有过一个二十八岁理论 对 就是实际上 如果说从生理年龄来讲呢 从历代的超级中锋 你必须是两米一五啊 一八呀 两米二级的人为代表 不能太矮的啊 越是高的人 这些超级中锋打得好的 张伯伦呢 贾巴尔啊 尤阴呢 奥拉朱网这些人 那么他们的运动生命的高峰 是在二十八岁 为什么偏偏是二十八呢 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你的 第一 你你入这个MBA 应该是在二十二到二十四岁之间 嗯 那么后来他偏早 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期间 到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正好是达到六年或七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他的经验呢 他在厂商的这种感觉 还有一个他自身身体发育锻炼 最后达到了一个 就是所有的指标 全部往最高走 那么到这个时候 他身体也能承受得了 二十八岁出成绩 但是你所谓的巅峰期是二十八岁 那那个巅峰能待多长的时间 是上去马上下来 越是了不起的中锋 你比如奥尼尔 他的巅峰可以一直到三十五岁 但是呢 他有一个略微往下走的 这么一个坡 稳不下滑 有的中锋呢 他到二十八岁以后 到三十一岁 你看奥拉朱网 他三十一岁 三十二岁 他会出现一个跟地震似的 出现一个断层 说去年打得挺好 有个一场二十多分 到明年过来一看 怎么一场只有十二三分了 这个断层你是难以避免的 那姚明他就说 今年是他的巅峰 对 他应该本来是去年 但是因为去年啊 他的这个脚踝脚腕 他有一块骨头 是这个表面发现了一道裂缝 三岁 这个色不也是吗 说是一个头发丝一样的一个骨裂 不是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更重要 那个位置呢 他是沉重的 就是你的你的一个脚啊 他在这比如说这是个小腿 这是一个脚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一块骨头有裂缝 他每走一步都很疼的 怎么这个上海男人都是脚踝这地方出问题呢 三月份他他后来呢 三月份就退出 等于没打多少比赛 而且那一次呢 也可以保守治疗 但是为了怕奥运会 八月份奥运会 如果说你保守治疗出了问题 他打不了奥运会 中国人一百年碰回奥运会 你没有姚明 谁也受不了 那一年去年火箭队做了牺牲 就是说我们同意姚明 做手术 拿一根钢钉 把那个缝给接下来 这样呢 四个月的恢复时间 正好是七月份 可以出来打球 姚明就是在那时候付出 代表中国队后来进了前半 这真是 光美啊 我是研究一下姚明啊 我就发现你们大个儿 也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他两米二六啊 他们讲啊 就是等于说 他只超出我们常人的重量 全是靠他的这两只脚 所以他的这个脚 为什么特别容易出问题 而且他这个高大中锋啊 被踩脚的全是他 大家这些人跳起来 全砸他脚上 好家伙 我觉得瘦型啊 他是这样 中锋分好几个级别 就是最壮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奥尼尔 奥尼尔呢 然后奥尼尔呢 他今年取就是聘请了一个专家组 专门帮他恢复 奥尼尔今年称之为返老返童 重返青春35岁了 我看有的评论呢 也暗示出一个意思 就是这玩意儿肿这东西啊 你也是不能不承认 所以说姚明在中国人当中 已经算第一人了 对 他但是呢 比如说恢复能力 他这个暗示啊 就是不是黑人 哪怕是受了伤 这种恢复能力 都要比我们快 这东西 反正广美说是穿上高跟鞋 也能上两米 是吗 对 因为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 超级高跟鞋吗 前段时间在拍杂志 说给我一双那种 不可思议的高跟鞋 穿上这 我说来来来 帮我量一下身高 两米零二 我见了 你跟姚明可以颁配一下 当然姚明已经有 太太太了 结婚了是吧 对 那怪不得刚才苏群一见 你就问了一个 我觉得很奇怪的问题 他说假如姚明没有业力 假如假万一 不大可能 就是姚明向你求婚 你愿意吗 估计 不会吧 为什么 我不晓得 姚明还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 他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就觉得 他好像不是我那杯茶 他不是 他还是不了解姚明 可能是 姚明其实 其实其实你当时他不是男的 男的都是就是属于跟长得两米二 两米一级 大哥我所见到的大哥都特别聪明 真的吗 都特别 但我觉得他跟我见的不太一样 他好酷 他就是很 就是好像很有距离感 应该这样讲 我还特别为了他去了美国好几次看现场NBA 我真的有谱这事儿 我真的在台下是因为我以前是胡人队的超级粉丝 后来呢因为好几次就是在圣诞节那时候就是NBA打最热的时候 然后有几次是胡人队跟那个胡人 胡人跟那个火箭对打 是在胡人的主场对打的时候 我是那种完全的就是那种帮姚明 你要知道那有多么大不敬啊 对于在胡人的主场帮姚明加油 那是大不敬啊 但是我不管帮着生命危险还是那种为他摇旗呐喊 你喊什么呀 姚明加油 英语还是中文呢 中文中文 中文啊 因为那个时候还托朋友拿了那个叫那个Corsight 就是第一排的那个那个那个贵的票 对对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就挺厉害的 他们可以那个票不是你有钱可以拿得到的 你有钱还不一定拿得到的票 然后是那种生死历劫为他加油 他都不理我 好怪不得不接受呢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姚明啊确实是众人心目中的这个星偶像 但是是偶像就要被恶搞对吧 我看看几张照片很可爱的光美 你可以看看了解姚明的另一面 你瞧这网友的这个创作 你再看下一个 天啊 再看下一个 哇 自由女神呢 这有点意思啊 这有点那个那个Prison Break 是吧 越狱 再看下边这个 这有点干嘛 哎 孔子 这反应姚明的智慧 那这么这么大个 据说孔子好像身高就有两米 有这么一个好像是大哥 有有这么一个说法 孔子是山东人哎 呃 研究这个血型啊 啊 对我有三任男友都是处女座的 真的越说越近呢 哎 哎 但是被骗了 这不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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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只有那个不是 坏人不是 坏人不是 是旁是被国家列入重点培养的那个那个学生 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说他应该能够长个儿 然后就是说他们后来发现睡午觉是长个儿最好的方法 所以呢就是 我想安排他睡午觉 是的 就是说所有同学都在上学的时候 他是被硬性安排去睡午觉是真的吗 这个我没听说过 但是但是 你下次可以问问他 他可以通过他就是探测古灵来得知这人最终长多高 姚明他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 而且他从小也是去看篮球应该是对篮球是非常了解的 嗯 所以最终你要说呃特殊培养重点培养没那么夸张的地步 因为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才在在体效里边在培养 至于将来成成不了成不了才看你个人造化 这个这就姚明啊我就跟说大家对他的这个印印象啊 呃我听说啊有分成两派你听说过吗 有叫姚蜜的对叫姚黑的姚蜜是不是姚明的小蜜的意思 不是姚蜜就是蜜姚蜜就喜欢姚蜜 蜜是什么蜜就是喜欢 哦是就是什么写 90后蜜就是蜂蜜的蜜蜂蜜蜜蜜蜜蜜蜜蜜的蜜蜜蜜蜜蜜的蜜蜜蜜 对就是喜欢姚明的就是粉丝嘛 还有一个叫姚黑黑姚蜜 对你比如说你拍一个电影呃有人喜欢看你的电影有人不喜欢看你电影 喜欢你的电影的叫梦蜜 嗯嗯不喜欢叫梦黑 哈哈哈咱们学新词那梦黑会对我怎么样呢会只要你演的电影一概是不好的哎呦你这个姚蜜这个姚黑啊 我有时候看啊这个说的歌 这个话真是太难听了 管人姚明叫姚大傻 又说什么就骂的 但是你看姚蜜就不一样 不容许你对姚明说半句二话 你知道就连这个 你说弄这些照片 不算是个太毁 毁姚明的一个玩笑 这个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而且说姚明 说是人品正值的姚明 也拿他来恶搞 这个太不健康了 说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美国那边就有个网络什么作家 说姚明有什么巨人证 有一个 就遭到爆菜 大家就姚蜜就不干 然后说到了这一次 听说又在争论 说是一个叫姚明无用论 一个叫姚明核心论 甚至你知道最近这个恶搞姚明 就是美国那边传出来的八卦 说人姚明跟一个黑人女明星 叫什么上海话叫什么 亚绑子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反正两人有绯闻 这哪个哪啊 可是我就发现 你讲别的明星的八卦绯闻 现在都未然成风了 炒作那是 炒作 但是姚蜜们就对这个 那是誓死捍卫 绝不能许往姚明身上抹黑 你看他是这种情况 因为实际上 现在的网络 在上面我认为在留言的人 年龄都比较偏小 就偏小 他们就是蜜罐里长大的 这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 比如说过去咱们三年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也没疏毒 上山下乡 还有一个帝国主义将中国包围 这种他没经历过 什么再往前 解放前东亚病夫更没经历过 所以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叫偶像多元时代 你可以喜欢 你也可以不喜欢 以前不行的 以前一说这个 这个这个 叫什么英雄 欧阳海 对对对 蓝金马车的 金逊华 你敢说你是金黑 你敢说你是欧阳黑 那肯定不行 那直接就批斗了 他在坐牢了 是吧 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就偶像单一时代 我们的偶像是毛主席 对 最大的味儿是毛主席 对 那现在不 现在是偶像多元化 你可以喜欢孟光美 你可以喜欢这个多文涛 人家喜欢科比德 跟喜欢詹姆斯的海打架 你姚明以这个一个 更高于篮球的标准 来要求这个人去强行要喜欢他 是不可能的 哎 广美啊 你刚才说姚明什么 不是你那杯茶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英文直接翻译 he's not my cup of tea 就是他不是可能不是我欣赏的那个类型 嗯 那你是什么什么问题呢 我我就觉得 我我自己觉得 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有距离感的人 那不是 那不是单纯只是因为他身高高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他让我就觉得很很有距离感 我跟你说 同感 我刚才还跟他聊这个事 我说这个一个人呢 其实要是太完美了 嗯 有的时候是会是会产生距离的 嗯 你还比姚明 哈 这个人又好 而且心又细 嗯 而且呢 你看他平常就是感觉 我觉得就是给温良公俭让 个儿又那么大 而且呢 呃 这个人呢 就说话 很很幽默 很机智 就就对这个记者的问题啊 往往这个解答都非常有意思 嗯 可是 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想什么呢 其实姚明没那么复杂吧 他姚明以前特别单纯 我刚才也讲了 他是一个是处女座 一个是鼠猴 除了心系呃 善于帮助别人替别人着想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性格比较外向 他算外向吗 对 我怎么感觉他内向 你要知道你要跟一剑连打了交道 你就知道什么叫内向 什么叫外向 哦 一剑连内向基本上是不说话了 对 他很谨慎 他说话选择的词语都很简单 啊 但姚明是属于那种 一个是可以交朋友 一个是 就是你不用担心他会出什么大问题的人 没错 就是他 小以前啊 就是在上海这个打球的时候 嗯 那时候他没有像现在这种派 咱们北京话叫什么 饭 饭 呃 老话叫派 你一出来 人家是星光四射 那个时候不是 他只是一个两米二的人 那么他我们出去吃饭啊 比如说到这个那时候他不用逼人了 到这个打完球跑一个饭馆吃饭 隔壁就会是哎 姚明啊 上海话哎 姚明啊 哎 姚明 你到底是两米二还是两米一啊 一米八 哈哈哈哈哈哈 原话 他很就是因为自己的身高感觉到很羞涩 因为一个这么高的人如果一事无成 高是个负担 哎呦 你这个角度说的还真是 而且你说他没有不良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我是想啊 他要是有啊 也没法弄 你这么高 他去哪 是 想不发现 想不发现太难了 太难了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再问你专业问题啊 就是姚明在球队里 他是不是个当老大的一个底子 不是 他也不想当老大 呃 从篮球的理论来讲 因为中锋啊 手里是不拿球的 你打球 他手里的球都在外线的空位手里 或者说在火箭队是在卖个雷底手里 那么你要自己要到位置 把球给我 所以必然的 他和外线是一个 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如果说是一个良性关系 这一队会非常好 我听他刚才讲了 我觉得挺好玩的 他说这个篮球场上啊 跟人际关系也有关系 我想咱把球不都是为了队赢吗 对 他就说咱俩平常要不对付 我就不把球给你 那那那给谁啊 就这样的 就自己拿着 你说说你这跟中锋啊 这俩人关系混得好 比如说他说是那个谁 有一个人就永远无条件的把球给姚明 对 你现在的 这就跟关系 我打一个比方说啊 咱们退归到2000年奥运会 悉尼 那个时候中国国家队在这个悉尼打奥运会 那次是没进前八 领先15分输给法国队了 那场那次打奥运会 姚明是属于后辈 在他之前有96年就打奥运会的王志志 有这个92年就入到的黄金一带 那不是一个人的 是一批人 空位是是谁 我想是范冰 还有谁 范冰面 范冰面 两个字啊 那个时候姚明是小字辈 虽然他是大中锋 个最高两米二十几 但是瘦 然后呢 上场时间打了十分钟 他一上场没人给他球 只有谁呢 范冰给他球 为什么范冰跟他住一屋 就是比较了解说这孩子不错 也挺各方面 打球的时候一看还挺可怜的 我给你俩球吧 给他球 那么到了这个就是火箭队以后 他是作为这个核心来培养 就是说你身边的人都走了 就他留着 但是呢 我刚才讲过篮球理论 就是球在后卫手里 他给不给你 一个是审时多 是看场上情况 另外一个 你自己要没要到位 第三个 我希望我的突破 能够带来更大的机会 让他再给你 使你的身边的人少一些 再给你 这个时候如果关系处理不好 就会有一些误会 就是有时候 比如咱们办公室 可能有人办个事 就如果大家不沟通 你就会说 这个人又拍马屁去了 这个人又出风头去了 这个人又干嘛 就会这样 所以更衣室 是非常重要一个环境 为什么经常有些人 甚至像以前 我记得乔丹时代 人还得把皮棚叫到家里去 我的训练管理 我们家里的训练管理 咱们一块每天早上练身体 为什么搞好关系 哎呦 看来到哪儿也得讲搞好关系 潜伏嘛 现在不都 潜伏没错 哎呦 我天天 说潜伏就是个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火箭队也是办公室的供应 到哪儿也得为人 是吧 你想 但是姚明 他是得了中国老祖宗为人 去振船呢 所以听说他的刀 就找人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